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欧洲台 我是Lily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会面对另外一个世界性的大萧条吗 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问题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在新冠病毒这个疫情当中 很多国家都已经是在封国封城的状态下 但是现在一方面是疫情 大家感到比较悲观 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在担心 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然后最大的威胁 我们会不会面临更大一次的经济危机 而且这一次的经济危机 很多人已经跟1930年的左右的那个 上一次的Great Depression 就是说世界性的大萧条 已经提上了 已经在很多特别是欧洲还有欧美一些国家的人们的那种提到了这个大家的心头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就是说回忆一下大萧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跟当时1930年的情况有些什么相似的地方和不相似的地方 我们会不会面临更大的一次世界性的萧条 英文里边 recession和depression是两个概念 recession是经济衰退 经济危机 depression是大萧条 recession呢一般来说是周期性的衰退 就一般七到十年一个周期 这个呢就是说已经发生了很多次 像我们记忆游行的可能是1987年的股灾 还有97年的亚洲的危机引起的 然后是2000年的那个internet bubble 最近的那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时间段上呃现在是又一次危机的时间段是到了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特别的不同 因为这次有席卷了全球的蔓延的这个瘟疫 所以这一次有可能是全球性的大萧条 已经将近90年了我们还从来没有 自从1930年来我们就没有经历过大萧条 大萧条是1929年呃 10月24号开始的从美国的股市暴跌 那10月24号美国股市到穷实指数降了11% 然后连续四天每天跌个大概10%左右 然后四天大概跌去了20%到30% 引起了华尔街的股灾 然后呢呃由华尔街的股灾引起了全球性的恐慌 接着就是呃许多银行的倒闭挤兑贸易断崖式的呃崩盘 然后全球性的大批的失业 更多的呃生意和企业的倒闭 呃人们的收入呃断崖式的下跌 然后呢就是消费整个来说就是说呃 呃有股灾引起的贸易的崩盘 再加上生意的崩盘 银行的挤兑呃收入的大幅减少和失业率的猛增 引起了全球性的恐慌和抛售 然后呢就是全球性的呃大萧条 呃这个大萧条经历了十年 从二九年到三九年呃是时间最长的 幅度最大的范围最广的呃 呃一次深度的经济危机 所以历史上叫做大萧条 然后大萧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呃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那这九十年呢呃都有不少的呃理论和呃各自都有不同的呃理论 来探讨大萧条的原因呃 归纳起来大概有三个大的理论 第一是呃卡恩斯理论 第二是货币理论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 卡恩斯理论呢认为大萧条的呃主要的原因是工求呃 呃结构性的工求关系的失衡 也就是说其实在大萧条以前二十年代美国和欧洲经历过一战以后都有一个黄金时期 也就是说美国的呃各方面的投资收入消费呃整个都一个非常繁荣发达的时期 然后呢呃造成了美国的投资过度产能过度 然后呢大家也是借债消费呃这个呢就造成了呃大萧条以前的一个非常膨胀的一个扩充的时期 然後呢大萧条产生以后呃呃 enduring 呃又卡恩斯主义认为国家就是央行和美联美联储和国家的话 又参赤当时是胡胡总统呃执政 当时呢他是胡胡总统是性 比较信仰自由资本主义的 所以呢他没有采取任何呃措施 所以呢fendim那个卡恩斯主义就认为大萧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呃 国家干预无力 就是说当时美联储不仅没有量化宽松 还紧缩了货币的供应 而且国家没有进行任何干预 就是说当时有700多家美国的银行倒闭 然后这样的倒闭引起了恐慌 引起了挤兑 恶性循环的话 很多企业就破产 然后很多人们的存款 也一夜之间消失了 所以就说凯恩斯主义认为 大萧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国家没有干预 或者干预的力度不够 然后政策性的失误 就是本来应该量化宽松 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还把货币紧缩 所以正好就凯恩斯主义认为是相反 凯恩斯主义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需要用国家举债 赤字来刺激 因为凯恩斯主义认为私人方面的投资和消费 整个都断崖式的下跌 在这个时候国家应该强力干预 就是说货币量化宽松 然后再用各种各样的财政刺激 来帮助整个国家的私人企业和整个国家的经济 来守住不要断崖式的下跌 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吧 另外货币主义 他的代表人是欧文费雪 他觉得呢 那个大小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举债过度 就说当时像20年代 因为经济发达了一段时间 所以很多金融业和各行各业的话 就和私人及企业大比的举债 就是债务很多 然后呢 就说由于债务太多 一旦消费 一旦需求降低的话 那些很多企业和个人都没法还债 然后呢 如果一旦发生的恐慌和各方面的贸易啊 各方面的断崖式的下跌或者是失业 所有的人和大部分的企业根本没法还债 当时美国的私人和企业都大比的举债 然后呢 当时美国也向欧洲 向德国 向日本 向英国那些都 输出很多资本投资 然后呢 也贷款很多 所以当时这个连锁性的效应 就是说美国的举债太多 引起了欧洲的 也是债务危机 整个全球 也就一体化的话 那就是说整个的全球 引起了债务危机 所以欧文费血的这个 这个理论 就是说是大萧条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债务危机引起的 第三种理论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认为 这个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的原罪 也就是说经济的 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 它的由于人们的贪婪和恐慌 造成了经济的周期 这个是他在他基因里边的原罪 就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呢 马克思提出 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 他是要改变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一套 罪恶的循环体系 然后呢 他提出用 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 来取代资本主义 所以当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说这个大萧条的原因 各有各方面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大家都还是在不断的争论 当然呢 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 怎么结束的呢 有些人说是罗斯福新政 当然罗斯福确实也采纳了 卡恩斯主义的理论 就是说他用大量的量化宽松 减低利息 然后各方面各种各样的国家的政策 来刺激商业活动 罗斯福新政很多目前 很多当时的改革的那些政策 到现在还在沿用 比如说存款的国家担保 还有就是说量化宽松 那些一直到现在都在用 然后现在世界各国 其实都在不断的用 这个卡恩斯主义 这个量化宽松 国家干预 来 就是说给那个 不同时期的经济危机 有了一个cushion 就让我们的 就是90年来都没有看过 大的全球性的萧条 其实历史学家呢 更认为另一种 结局的话 是真正的原因 为什么大萧条后来结束了 那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当时美国是用罗斯福新政来改革 对大萧条进行调整 但是呢德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1933年德国的话 那就是说希特勒上台 他当时向德国人民许诺的就是面包和工作 当时全球的那个失业率都非常高 像美国和德国是40%左右 然后英国和法国是30%左右的失业率 然后呢全球贸易降低了60% GDP降了60%到90% 所以那个经济危机那个大萧条是非常严重的 然后德国呢 希特勒的上台确实也让德国人民当时得到了一定的好处 确实就业增加 然后经济的有了一定的恢复 但是这个经济的恢复最主要是在军工产业的发展上边 然后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然后很多人都有了工作 当然也有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所以真正二战爆发是当时大萧条结束的最根本的原因 刚才我们分析了大萧条的起因和结束 现在为什么大萧条这个词又出现了人们的脑海当中 现在Google的关键词的搜索的话 Recession和Depression已经上到了非常高的地方 仅仅低于Coronavirus 由现在大萧条都在人们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来 因为这一次大家感觉到 这一次的危机可能不是原来的一些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衰退 因为这一次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当然这一次最主要的原因 那就是我们都知道了 那是新冠病毒的全球性的瘟疫的爆发 造成了全球的封国封城 然后呢全球性的需求的断崖式的下跌 当然很多产业比如说航空旅游 很多服务行业像餐馆啊酒店 很多这些行业的话 因为人们许多国家的人们都必须待在家里边 所以呢 而且很多人是不能正常的 生意不能正常进行 人们不能正常的去工作 然后呢造成了整个生产的停摆 和需求的断崖式的下跌 这个呢就是说 直接原因跟当时三十年代是不同的 其实现在当时的三十年代的直接原因 说是股市崩盘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股市崩盘 其实仅仅是一个symptom 仅仅是一个现象 而不是它的原因 其实我也觉得是那样 因为跟上次三十年代一样 这一次股市也崩盘 就是说当年三十年代用了三年 美国股市跌了60% 这一次仅仅用了三天 到琼师指数就跌了20%到30% 然后呢三次熔断 所以这一次也是股市崩盘 当然呢 这一次的原因确实是因为 这个全球性的瘟疫的爆发 不过这一次也看起来也比三十年代更糟糕 因为当时即使是全球性的大萧条 就当时人们的社交生活生产 虽然大幅度下降很多人失业 但是呢 没有完全停止 这一次是全球性的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全部一起停摆 所以这一次的恐慌和悲观情绪 比上一次其实更大 而且我们面临两种危机 最大的危机是目前的这个 pandemic 这个瘟疫 目前还没有任何特效药 而且呢就是疫苗的开发 至少还是12个月到18个月 也就是说这个很多国家的封城和封国的话 到底什么时候解封 我们现在还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 唯一比较有一些 直个安慰呢 我们看看南韩 南韩的那个曲线已经比较flatten 但是呢南韩即使控制 就是说大范围的可能控制住了 但是南韩目前也是每天还是要有 90个100个左右的增幅 当然中国的数据完全是假的了 我们根本它那个零新增 简直就是世界性的joke 世界性的笑话 所以南韩和欧美的国家的数据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即使这样的话 就是南韩像这样控制的挺好 像现在意大利和德国 从数据上看 可能这个高峰值得到了控制 现在德国的话 是每天新增案例大概是4000左右 连意大利也是就维持在这个5000左右 所以现在欧洲几个国家的话 美国还是在大爆发的 很上升期 但是呢我们从南韩 从德国 德国和意大利我们看到了 南韩已经控制的比较好 意大利和德国可能属于stabilization 就是说比较平稳 峰值平稳的保持住了这个 目前的这个现状 但是呢 这些这个控制 新增案例的控制 是在封国封城的前提下的 到底 但是这个就是说只要疫情存在 只要有几个或者几百个存在的话 那封国封城就不能完全解除 所以到底这个封国封城 现在比较理想 比较乐观的 估计呢 是到六月份 就是六七八月 北半球的夏天来的话 也许因为当年SARS 就是说 就就 那个病毒就自然消失了 今年 我们会不会在夏天看到 这个病毒的自然的消失 现在不知道 因为 从南美啊 新加坡啊 还有非洲国家的爆发程度来看 这个温度对这个病毒的限制 还不是很大 所以呢 到六月份 能不能控制住这个疫情 现在大家都不是很乐观 现在世界各国全都是推出了 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坎斯主义的 大规模的 这个刺激 美国有两兆亿的财政上面 货币上面的刺激 然后世界各国 我看德国有1700多亿欧元 然后各个国家都在用 凯斯主义的这个国家干预 然后呢就是获大量的刺激手段来维持 但我觉得这个目前这个阶段也是比较有用的 因为凯斯主义毕竟经过90年的运用的话 表面上看确实是把各种各样的经济危机都控制在比较小范围 而且呢就是说时间也比较短的这个上面 但是目前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威胁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个疫情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控制 什么时候才能大家才能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什么时候生产才能恢复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如果是疫情六个月不能结束 十二个月不能结束 你这个就是有多少国家的这个货币放量宽松和刺激这个手段能继续下去 而且你到底这些钱每个国家发的钱那也是量化宽松 另一个简单点的说法那就叫印钱 我们很多国家已经印了几十年的钱 美国中国欧洲然后呢现在现在的很多国家的利息都是零或者负值 所以这凯恩斯主义的话经历了几十年的操作到现在是不是各国的子弹已经用光 也就是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利息已经非常的低 而且量化宽松已经印了那么多的钱 到底还能走多远 而且结构性我们有很多国家都有结构性的问题 那都是那也确实跟货币主义提出的一样 我们有结构性的负债太多的一个大问题 据世界银行的警告 就是全球我们的债务已经达到了全球债务 全球GDP的250% 现在是目前来说自从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债务全球债务是最高的 就结构性我们有非常大的债务危机的这个潜在的威胁 而且呢就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用量化宽松 像87年97年和2008年我们都用量化宽松把这个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这个危机再往后延 量化宽松和印钱还有这些财务刺激整个的手段 国家的干预都是把我们的危机一次一次的往后延 现在是不是到了走不下去的地步 所以这一次的危机的话有新冠病毒这个作为导火线 然后呢我觉得像我们的整个的全球经济是有结构上的潜在的最大的基因上的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一直是用量化宽松和经济刺激财务刺激来把一个一个的矛盾 其实根本没有解决 我们到现在都是用更多的债务来解决原来的旧的债务 而产能过剩需求降低竞争激烈 然后呢是全球化带来的资本的自由流动 货物的自由流动和投资的自由化 造成了全球两极贫富两极分化的机具化 然后呢造成了供需平衡的失调 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解决 而是用一次又一次的更多的债务来把原来的那些危机往后延 所以这一次我们是双刃剑 我们是两伏背受敌 一方面是这个瘟疫对人们的生命的威胁 另一方面是经济危机 甚至是经济大萧条 全球性大萧条的更大的威胁 所以现在我觉得人们有恐慌情绪 有悲观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十年代的大萧条 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一次的大萧条 如果幅度很深 时间很长 到底这个世界的格局会怎么改变 我们现在到了深水区 谁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个世界将完全不一样 好了 今天我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下一次我可能会讲到 我们的世界会怎么样的不一样 我们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新次序 和新的格局 我们将面对怎么样的危机 和也许有更多的机会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